鉴定网络热门直升家具视频 我们仔细看天花上的灯 全部能看见炫光 证明都是桶灯 只有这一个轨道灯没有炫光 是射灯 稍微懂灯光的朋友都知道 这儿不灯完全是门外汗 灯光完全没有层次感 而且会造成炫钢使人不适 由此可见 此次赏姐借来的样板件 主要是卖电动变形家具的 大概率于智能家具也只是陪衬 身为不做饭的男人 无权评论这几个厨房的功能有啥用 反正我在拼锡锡买的499的车火烟机 也支持挥手开关 欢迎经常做饭的小伙伴 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几个功能真的有用吗 注意这里使用语音助手 并没有使用幻想词 如小爱同学小杜小杜之类的 那么有可能这个语音助手 支持免幻想之行 当然这种容易出现 无操作有一定风险 而且另一种可能是 他的助理帮他在手机上操作了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家里不建议使用这么大尺寸的升降木布 容易出现木布形成 褶皱等情况 影响观影效果 建议使用化矿木 也不用追求特别有抗光涂层 又贵的菲尼尔木 因为各有利弊 投赢的选择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画个重点 这里台面是超出地柜的 好吗有用 当地柜移动到这个位置时 就会撞到刚才超出的台面 这里厂家应该设置了 当柜体移动时 超出的部分会强制回收 这个房间连门都没有 保护间都有个门 投赢一放在耳朵边上 第一风扇声你受不了 第二发出的音效都在你一边耳朵里 错位感严重 物化玻璃除了贵一点挺好的 而且它是通电透明 断电物化 防止了突然停电的尴尬 给你们变住两间房 各厅后面还有间房 打开书房 打开书桌 打开书桌 这个床是电动折叠的 不知道厂家对于它的安全措施 如何处理 假如你在上面睡觉 有人启动了关闭书房模式的话 你会不会被夹死在电动折叠床里 如果厂家给床配置一个床感器 感受到你在床上就无法折叠的话 如果是你家小孩呢 是否能够识别 如果不在床上而是在书房里呢 又如何识别 会不会被书柜几遍 电锯惊魂 这个床的安全隐患也是一样 睡梦中就被升天了 总结来说 变形家具的优势是空间附用 小平米实现不同功能分区使用 但成本极高 比较适合北上广深城市核心区域的小平米房产 而且操作比较复杂 家具变形浪费时间 而电动变形家具解决了这一操作 复杂浪费时间的痛点 但使用风险极大的增加了 特别是和智能家具捆绑到一起 甚至你的孩子用云助手 就能对你进行电锯惊魂 当然对于孩子更是巨大的隐患 所以不推荐 十年智能家具工程师 带你八下行业底库 丛林瓦传智能家具